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两种正登的方法 第一种,武术的正登 直接起腿,以大腿带动小腿 然后脚尖勾起来,啪,登出去 这样登出去 没有顶胯,也没有放胯 第二种,搏击里边的正登 这是第二种,第二种就不太一样 它有一个放胯,有一个往前推的力 这两种,我们通常呢,分为两种训练方法 因为第一种呢,通常武术会天天练的 它是属于一种基本功的一个推法 也是配合着手上的动作 这样子,登出去 登出去 它的特点呢,就是短,速度快 但是快慢也是需要看你自身的身体的素质 韧带的爆发力 以及整体的协调性 那第二种呢,它更具有远攻击的一个爆发力 因为在搏击里边呢,通常我们都会 啪,连推,带登,这样的形式 所以说呢,两种不同的方式 两种不同的练法 要注意一点就是 大腿的力量 就是必须要练的 小腿的爆发力 然后腰胯 以及我们整体的协调性 这都是我们需要练习的 我建议大家每天练习一百腿 长时间练习 就会使你的这些动作呢 有一个深刻的记忆 也会感受到其中的奥妙 好了,开始训练吧